由李国皇 徐亮宇 曾国辉 拉丽豪等演员挂晒的恐怖电影 《二三五九》将在大马上映 演员们在记者会现场 一直透露导演是如何折磨演员的 当中徐亮宇必须滚下山 曾国辉被雨淋 拉丽豪则虚烟被鬼附身 鬼吼鬼叫 我记得就是我要进去那个树里面 然后就完全是看不到我 但是说完全看不到你 到你冲出来 然后在跑 我跑到跌倒 我觉得这个那场是 是真的很恐怖 我不是怕有什么 但是就就怕会受伤 那个时候我就看到他 他翻滚了很多次 因为很多take 导演都觉得不ok 但是他真的是 很真实的在翻滚 然后结果他 最后第二个take的时候 导演还来看一下 你看线起来的那个衣服 我看一下 然后是真的有伤 但是还要来的一次 其实眼睛红是我特地把它弄红的 就是化妆师他想了一个办法 因为之前说 如果要戳眼睛的话就太伤了 那就想了一个办法 就是把那烟的那个烟草 把它包在一个tissue paper里头 然后泡水 然后把那个尼古丁的那个汁 挤进我的眼睛里头 哇很伤 很痛 然后我简直就是在吃烟 有趣的是关栋铭在记者会现场才发现 他在拍摄现场所预见的灵异事件都是认为的 是其他演员和工作人员合力一起作弄他的 我一直以为我在厕所里面遇到的一些灵异现象 因为比如在访问的时候有人丢石头啊那些 我都一直以为是真的是灵异现象 因为那边不可能躲人 然后刚刚在记者会的时候 他们才跟我说 半年终于够了 说到恐怖灵异电影 大家一定想到泰国 但这一次的新加坡电影 二三五九 在新加坡开出红盘 成为2011年 新加坡第二万座电影 我们是跟你在一起吗 他不见了 你不相信 不代表他们不存在 如果一个孕妇自杀的话 他的灵魂会回来 这种鬼就叫做昆迪拉娜 是一种非常炫耀 非常邪恶的鬼 这次我死了 他们必须叫Daki来 来 他到底相信你 就代表他们存在吗 我添加坡 神经